大家好,歡迎來到紅潮秘聞,我是李晨熙 今天我們首先來關注一下 習一尊的85歲愛河華州的不友被曝光 然後再來看一下吸死人送花圈藏原記 習近平處理高漲竟然搞這一套? 根據商業內部報導 週三,中國官方媒體發表了一篇報導 其中習近平蓋述了他對美中外交的看法 習近平寫道,通過兩國人民的集體努力 兩國取得了外交的勝利 報導還提到,習近平正在回覆上週一位名叫沙拉蘭德的女士寄來的一封信 85歲的沙拉蘭德是愛河華州的居民 中共官媒稱他是習近平的朋友 但是蘭德不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 1985年,距離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還有30年 事任31歲的習近平作為河北省五人代表團的一員 訪問了愛河華州研究農業 蘭德和他的丈夫來自愛河華州馬斯卡亭小鎮 那裏有24,000人 根據中國和美國的媒體報導 蘭德一家人在他兒子的禍室裡接待了習近平 在這段時間與習近平成為了朋友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導 蘭德幫助協調了習近平的訪問 他似乎對習近平記憶猶新 2012年,習近平再次訪問愛河華州 這一次他是以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身份進行國事訪問 在那裏他與蘭德夫婦在家中重聚 一年之後,習近平被任命為中國最高職位 根據官方媒體報導,習近平對馬斯卡亭當地的居民說 你們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批美國人 對我來說,你們就是美國 這次訪問,對馬斯卡亭來說意義重大 中國和地方的官員出席 美國全國媒體進行報導 隨後,2023年11月 習近平抵達舊金山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他邀請蘭德和其他來自愛河華州的老朋友共進晚餐 沙拉蘭德說道 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 我們沒辦法搞清楚 我們甚至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喜歡我們 但是我們也渴望見到他 我們都是普通人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他們11月15日的晚餐 每人花費2000美金 蘭德和習近平之前曾經有過書信來往 習近平在2022年寫信給蘭德 討論了兩國之間的關係 並讚揚了愛河華州 蘭德還因為組織習近平的1985年 訪問愛河華州而獲獎 中國在2013年任命他為名譽的友誼大使 他和他在2022年過身的丈夫 經營著一個促進美國和美國關係的基金會 並派遣愛河華州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複述 拜登是這樣表示的 你們認識這個年輕人? 習近平說道 哦,是啊,那個是38年前的事了 北京的外國代表宣傳了這段片段 這個片段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瘋傳 然而當今的美中關係 並不像習近平和難得這麼樂觀 去年兩國陷入了幾次的緊張軍事衝突 使兩國的關係惡化到歷史上最糟糕的程度 同時凸顯了自由世界和共產黨國家的矛盾 已經升級到最頂點 中共已經被全球民主國家所妥協 好了,下面再來關注一下 吸死人送花圈藏玄機 習近平處理高漲搞這一套? 為中共散政肉血的大將羅瑞卿 他的夫人郭志平為體 白豪在白寶山火化 大陸媒體在報導中 羅列了送花圈的19名中共高級官員 包括近期傳聞猛烈的張又俠、許其良等人 而許其良的傳聞是更加具體 讓人真假莫辯 是因為玄機太多? 郭志平是羅瑞卿的第三任妻子 曾經擔任過公安部黨委辦公室主任 總參政治部顧問等職務 2024年1月4日 郭志平因病過世 享年101歲 其維緣包括喪時重簡 不告別遺體等等 大陸某媒體報導稱 郭志平親屬在301醫院西院做了遺體告別 郭志平的遺體於1月8日在白寶山火化 羅瑞卿為中共篡政之武將 曾經出任共軍總參謀長 1949年後的第一任中共公安部部長 因此 按照中共的不成文規定 體制中的人死了 其關聯部門地方都要送花圈 亦都因此 羅瑞卿生前工作過的部門都奉上花圈 包括中共軍委、公安部相關部門 以及死者家鄉 公費開支購買花圈捧場 亦都因此相關部門的領導人 亦都一起借此機會 證明自己還是活著 並沒有被反扶、被消失或者出事 大陸媒體在桑葬的報導中 一般都不會造假 亦都算是有圖有事實 而羅列送花圈的名單 似乎並沒有嚴格的排序 送出花圈的有 張悠俠、何惠東、劉振立、苗華、張聲文、吳觀正、黃小紅、慈浩田、許其良、常萬年、趙克志、黃黑、喬清神、趙克石、吳勝利、馬曉天、如雷、劉京、白景庫等 實際上這裏面最KQ的是吳觀正 作為送花圈的唯一曾經擔任過政國級領導人的吳觀正 與羅瑞卿或者其的夫人都很難扯上關係 使人以為這是政治安慰的特意安排 吳觀正是追查國際的追查對象 但是在中共的派系中實持兩端以觀望 因此曾經出任中共紀委書記以防燈下黑 但是同時吳觀正的長子在他即將卸任中紀委書記的2007年1月被謀殺 成為中共監督者的夢魘 與胡錦濤大內總管原中辦主任林計劃的兒子林谷被政治謀殺不同 吳觀正的兒子之死至今都被認為是報復性的殺人事件 兇手至今毫無線索 當然或者是因為吳觀正特殊的經歷 才成為送花圈的專業胡 容易是平衡各方面的勢力 而這次的特別在於吳觀正代表了所有的退休常委 那麼送花圈中的公安部系列官員 自然是不用說這個是本分 但是剛剛熱傳被習近平捉拿的前軍委副主席許其良送來了花圈一個 就與全民有點矛盾 與張遊俠同年的許其良 在老庚再度出任中共軍委副主席的同時退了下來 許其良被送花圈當日 X上有人爆料稱 昨晚爆點 袁軍委副主席空軍上將許其良在家中被帶走 正在接受調查 但是相信這個昨晚是指8毫之前 然後還有人分析指出 習近平在清算胡錦濤前人馬 報仇雪恆 因為二十大上 胡錦濤讓習近平無地自容 形象大受損毀 這個理由中包括張遊俠留下許其良去職的復筆 有意思的是前媒體人 鐵鏈女舉證人趙蘭健 發布在X平台上的信息 稱有許其良的進一步消息 許其良已經被抄家 內飾只有常將丁內行一人向許其良行跪1.6億元 這次軍中腐敗 涉及免之廣 遠遠超過徐才厚 郭伯雄時期的軍中腐敗 趙蘭健同時還提到 中共軍隊腐敗的制度問題 而腐敗導致習近平暫時不能武統台灣 勝出了台灣進一步走向民主 選舉自己的國家領導人 問題是 丁內行一人向許其良行跪1.6億 這句話帶有細節的指控 也都難以證實 丁內行在新近的中共人大會議上 遭到空軍軍人代表大會 罷免了他的人大達標職務 作為共軍的第12任空軍司令員 他與李玉超、李傳廣、周雅寧等人 都作為幾日前彭博報道中 駐水導彈關聯事件中提到的 9名被處置的將領之一 但是空軍的腐敗內情 彭博社並沒有提及 2023年11月 網傳消息稱丁內行 因為涉及北京西郊機場的工程腐敗案件 正在接受調查 北京西郊機場 可以說是軍用的政治機場 中共活人和死人 乃至航天員都喜歡這個機場 這樣看來 這個機場歸屬空軍管理 這樣才有丁內行 隨意調取資金的可能 丁內行在空軍司令為之上有4年時間 所以還是可以推導出來的 不過難以置信的是 遠遠超過徐才厚 郭白鴻時期的軍中腐敗 這個看法 根據相關報導 郭白鴻以及他的家屬被查抄 凍結資金 帳號總金額達到258.73億元 至於徐才厚 中共不敢公佈他的貪腐金額 所以習近平剛剛還在說 反乎壓倒勝勝利 也是假的 習近平的紀委其實不作為 所以 遠遠超過的真實性 值得敲問 而這些說法還有待觀察 好了 下面我們再回頭看看 羅瑞卿夫人病世之後 宋花圈的還有幾個看點 習近平的母親居然還活著 習近平江澤民心腹 張曼蓮夫人鍾沛也活著 齊心賜子習近平哥哥習遠平 宋花圈表示存在 然後是紅二代的七姑八姨 顯示紅二代安好 沒有被習近平圍剿 或者是他們要圍剿習近平這回事 可以說 現在中共對新聞的封鎖 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 在謊言的運用上就升級了版本 在網故事實中繼續掩蓋真相 慘淡經營著即將崩潰的政權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